孔教授我想要先請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您和陳光誠是怎麼認識的 為什麼把他叫做赤腳律師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怎麼認識他 他可能是2003年來紐約 他跟他的夫人 他的夫人雲維京非常能幹的人 他們兩位夫婦我很喜歡 在紐約有人給我們介紹 我首先覺得我沒有時間見面 因為我聽說這個人沒有度過法律 可能我的興趣不大 我的朋友說你應該跟他見面 他是特殊的這個人 你應該喜歡他 我見面以後我馬上知道 這兩位非常特殊的人 雖然他沒有上法學院去 他了解實際的法律情況 他特別了解農村的法律情況 包括起訴 辯護 在法院搞活動 所以我過一個小時 馬上成為他的朋友 然後那個是2003年春天 然後秋天我去北京 在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書的時候 我請他離開林醫師 他的老上去北京跟我見面 在那個時候我們交流很長時間 我也陪他去新華書店買法輪書 因為他很喜歡繼續自學 我總是說自學是最好的方法 學習法律 因為他今天上午可以看書 下午去法院使用他剛才看到的東西 所以他的腦子非常清楚 所以我很尊敬他 所以為什麼叫他吃腳律師 因為他沒有上法學院 沒有正式地讀過法律 可是還是使用法律原則 使用這個法律程序 不只是他 可是他的哥哥 他的太太都學過了 為什麼 因為陳光誠自己是盲人 他自己不能看書 所以每天他的太太或者他的大哥 給他念 所以一起學習法律 實際上是一個家裡的吃早律師 吃早律師的家庭 家庭的法律師 對 您能不能談一下陳光誠的維權行動 對於中國的維權運動 有什麼樣子的意義 我覺得他 他的工作 他的功縣很大 因為他參加農村的法律情況 大多數的正式的合格的律師 不在農村 他們在大城市 北京 上海 武漢 廣州 可是中國最大的人口還在農村 可是農村很多地方沒有律師 他的地方是一南縣 山東省一南縣 一南縣很大 人口很大 人口很大 地方很大 只有兩個律師 他告訴我 在03年04年 現在的情況我不清楚 可是我05年 我去過他的老鄉 我去過一南縣很窮的地方 東獅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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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雙厚 雙厚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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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村 他的村 他去過幾次 請他們兩位律師 幫老百姓的忙 幫他的忙 因為他是盲人 他覺得很多官員 歧視他 不幫他的忙 就是歧視他 也歧視很多老百姓 他首先請律師 幫忙 反對政府的要求 用行政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如果需要行使別人 請律師幫忙 可是這些律師 興趣不大 他們不想反對政府 他們需要政府的幫忙 他們也知道 不能賺錢 其實人沒有錢 這是為什麼 陳廣長 決定他自己 應該使用法律 根據自力耕生的口號 最好 所以這個是他的意義 農村 律師不夠 超過兩百個中國縣 完全沒有律師 他知道中國需要很多很多遲早律師 他跟我說 我們應該培養很多 我們開始考慮 怎麼培養一南縣的律師 他覺得可能每一個村 需要兩個遲早律師 他的針 這個雙後針 有四十個 左右四十個的這個村 如果每一個村 需要兩個律師 應該培養 一個針應該培養八十個 一個針應該培養 一個針應該培養 我總是懷疑 有關部門 允許不允許 我們培養律師 可是陳廣長 是樂觀主義者 我們還沒有準備好 開始培養那個地區的律師以前 就地方的警察給他麻煩 也抓他 可是中國需要這樣這些人 現在有一些中國有名的法學者 認識到這個城裡 也開始培養一些這個職業律師 可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那個數量不夠 數字不夠 在去年的9月9號 陳光誠從監獄中被釋放 那在他起訴審判的期間 很多維權律師來幫忙 那但是也遭到毆打 那在他被判刑之後 他的家人也過著軟禁的生活 前後總共被軟禁五年多 那他出獄之後 去年9月9號出獄之後 仍然受到迫害 您怎麼解讀這個時間 應該了解 人民所謂的這個民主 這個專政 這個是地方的獨裁 因為地方的警察 這個壹南縣的公安局 另一室的這個公安局的 他們的國寶 他們跟他們的這個股傭的流氓 都不要他有機會 自由談話 自由離開他的家裡 自由跟他的村 他的縣的老百姓交流 我去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還沒有抓他以前 我們花了一天 他陪我這個介紹 很多村民 我本來想可能村民 不會喜歡他 因為他是一個法律積極分子 可是我看他跟村民的關係非常好 他們都尊敬他 喜歡他 也對我非常客氣 所以他跟他的鄰居的關係 特別好 可是他離開監獄以後 這個有關部門不允許他出去 不允許村民去他的家裡繼續交流 也不允許外來律師 北京、上海其他的地方的律師 這個去看他 所以他們用暴力 對這些人 他們行為很不好 違反國家的刑法 行事訴訟法 所以我覺得非常不漂亮的情況 我自己想再一次去看他 可是北京的朋友 法律界都告訴我 我沒有辦法 也有一些北京律師朋友去過以後 警察毆打他 毆打他們 所以 這個不是一個法制的情況 我們知道 過四年 三個月在監獄以後 陳官長還是保留他的法律改革的精神 他還是想繼續保護 這個需要保護的人 老百姓的人 我在他的家裡的時候 我花了一天 訪問他所謂的當事人 他給我介紹各種 其實人情況都很窮 都問題很大 他不要錢給他們免費的顧問 給他們很大的幫助 他們都感謝他 尊敬他 可是 出於以後 沒有辦法繼續幫他們的忙 他跟他的夫人 完全沒有辦法 跟別人有關係 所以 現在 我們很難知道他們的情況 剛剛 前不久 2011年的2月9號 對華援助協會公佈了陳光誠的一段錄影視頻 裡面陳光誠跟袁偉敬 就是他的夫人 都談了他們被軟禁的生活 您也看了這個視頻 您有什麼感想 我剛看過了 非常感動的 他們兩位是我的好朋友 他們很老實介紹 他們去年底的情況 我聽他們的話 我看他們 我知道 他們受到了這個損失很大 陳光誠自己 看起來不好 我知道他的身體不行 他的肚子不好 在監獄肚子不好 離開這個監獄以後 還是沒有解決 因為有關部門不允許他看病 不允許他去醫院 不允許他去醫院 受到他需要的這個待遇 他的太太也看起來不好 也他兩位特別緊張 因為白天有很多人 這個在他們的家 不允許他們離開 晚上很難睡覺 還是麻煩 也沒有辦法打電話 沒有辦法用他們的計算機 他們的 電腦 手機 對 電腦 手機都沒有辦法使用 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已經很長時間 袁偉晶也沒有辦法出去買菜 全部要靠他的 就是陳光誠的母親出去買菜 對 他們有兩個孩子 孩子也受到影響 如果孩子留在他們的家 不能出去上學 所以他們的一個孩子 應該去這個 袁偉晶的媽媽的家裡 這樣可以上學 可是其他的 他們的女孩 沒有辦法上學 但是陳光誠 還是保持著一個很樂觀的態度 他在這個視頻裡面的講話 還是談到了很多 他對於中國法治的一個信心 可能他希望這個中國法治 可以進步的一個發展 您怎麼看他的這個態度 應該尊敬他 他還是樂觀主義者 還是支持民主 法治 法律改革 他還是想應該 使用國家的法律機構 不能用非法的行為 對 上次我跟他見面 還沒有抓他以前 他問我 這個政府官員 他們要什麼 我想使用國家的法院 我想使用我們的法律 我們的程序 規定的法律辦法 不允許我這樣做 這個干預我去法院的這個活動 他們限制我的活動 他們要什麼 他們要我用非法的方法嗎 發動群眾 違反國家的法律 他說我不想做 是一個矛盾 然後他們判他 說他們已經用非法活動 這個不是真的 給他勝利 勝判的情況 完全是非法的 最近的情況非常危險 應該擔心 因為 這些所謂的 合法警察 跟他們的流氓 他們開始使用的說法 是實際上威脅他們 他們 他們開始使用毛主席的 原來的文化革命 也以前的看法 帝國矛盾 他們說 這些人 成夫婦 是敵人 如果是敵人 國家應該對他們 應該用罪 最強的方法 壓迫他們 所以 這個應該給我們都害怕 因為可能 只想威脅他們 不要他們 繼續 這個 反對 這些人的 非法行為 可是可能可以再一次抓 張光臣也這次可以抓他的夫人 他的夫人 我們知道已經開始擔心 如果他們兩位 這個 在看守所 在前遇 孩子怎麼樣 您覺得 我們外界可以做些什麼 來幫助他們 現在 這個 政府不允許我們跟他們 有關係 交流 可是 我們起碼 應該給 這個 全世界了解 他們的情況 他們應該了解 實際的 中國 這個 所謂的 發展情況 雖然 共產黨 領導 對於 中國人口的 貢獻 在很多方面 是好的 關於 法治方面 我不談 宣法的名詞 我不談 這個 頒布法律的 規定 我談 實際的情況 執行的情況 情況 很不好 如果有人要 自由說話 如果他想 這個參加法律改革活動 經常 壓迫他們 也 我覺得 現在的情況 十七大以後 的情況 比以前的情況 更壞 所以我想 基本上 應該告訴 其他的國家 其他的人 了解 實際的情況 也 我知道 中國政府 關注 其他的政府 的立場 態度 也關注 其他的國家的 老百姓 看法 所以 我想 我們可以 給他們 更多的 壓力 停止 這樣的 不好的行為 當然 中國 中國自己的 老百姓 最後 應該 決定他們自己的 命運 這是為什麼 現在 中國政府 不要他們的 老百姓 知道 埃及的 情況 也 其他的 這樣的國家的 情況 他們害怕 這是為什麼 他們 壓迫 陳夫婦 孔教授 非常謝謝你 接受訪問 我想你現在 正在做的 就是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把這樣的 信息 傳播出去 讓更多的人 知道陳光誠的情況 謝謝你 謝謝你的好問題